父亲,好消息啊,杜鲁曼总统发表讲话,要用原子弹对付中共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韩战爆发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是能复兴我中华民国的重要时机啊 二位啊,一位是台湾省主席,一位是国防部部长 美国人一旦打起来,务必要提前做好,打回大陆的准备 他毛泽东一贯是忧失无恐啊 这一次他如果尝到了原子弹的资物 就该知道,是纸老虎还是真老虎 老蒋为何口出狂言 1950年7月10日,抗美援朝战役正式打响 随着我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 美国政府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失败 于是扬言要使用原子弹来平衡朝鲜战场 甚至将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随时准备使用 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记者会 更是放出豪言称道美国政府会认真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 对于美国人扬言要扔原子弹这一消息 陈老总根本不屑意过 随即主席也表明自己的态度 其实美国很早就在吵着要对我们何打击 虽然他们有核武器 但是核储备和投放力量明显是有限的 同时美国还要顾虑苏联的参战 一旦使用核武器势必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况且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反而动摇了自身在全球范围内国家的影响力 落后就要挨打 我有一个愿望 将来搞我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建设 我请您上阵 我们头顶上 悬着原子弹这个东西 不能视而不见 不怕原子弹只是一条 可真正战胜这个东西 它要有实力 拿实力来说话 主席的一番言论阐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只有把关键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 才不怕列强们的核威胁以及核打击 经过主席等人的一致认可 于是决定在时机成熟时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到那时再也不惧怕任何国家的核威胁